事發同一個原因 大家好 我是Simon 今天在節目開始以前提醒一下會員的觀眾 本週的會員影片已經上線 是一部講述一個年輕人發現百事可樂的廣告漏洞 並要求用活動點數兌換戰鬥機 但百事可樂死不認戰也開啟了一系列 小蝦米搬倒大鯨魚的法律攻防戰 好的 那麼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超級名模生死鬥第四季 話說這季可以算是非常傳奇的一季 除了實力頂篇以外 選手間的Drama也是一個接著一個的連環報 屬於能打又能吵 此乃實境秀之典範 不少觀眾也是對這季特別的有印象 這季Drama多到觀眾以為在套招 而隨著節目的大紅大子 本季初選人數更是高達了35人 應該是我看過最誇張的海選人數 一次排開廣角鏡頭都塞不進去 而這季海選也有一個人物讓我印象深刻 是這個大尺碼模特Merry 上一季她也有來參選 不過當時評審是選了另一個大尺碼模特的Takara 相隔一季的捲土重來Merry再度落選 簡直慘到不行 而隨著節目的走紅也不意外的收到了各大廠商的業配 而且廠商應該是給很多喔 廣告T台特寫照三合一打爆送給你 不過據多年後的雙J訪談 因為大量的廠商開始入住的關係 原先是節目骨幹的Mr.J 也漸漸變得沒什麼話語權 開會基本上只剩下廠商跟製作人 不過儘管如此 本季憑借著選手出色的演出 再加上雙J的創意發揮 本季的比賽可以說是極度的精彩 有很多主題都非常的好玩有趣 幾乎每一場都有無限的美照可以看 經費更是肉眼可見的爆炸 決賽的水上走秀更是全程高潮也是雙J的得意之作 不過也因為選手的表現普遍都優秀 評審之間很常出現意見分析 除了照片表現精彩以外 本季的Drama也非常的有意思 設計選手之間雖然有點小摩擦 但大體來說都算不錯 所以Drama往往都會發生在一些非常奇妙的點上 要嘛跟攝影師 要嘛跟評審 直接越級打怪我看你是很勇喔 應該有不少觀眾對於超模的畫面多忘光 卻永遠記得泰媽爆罵Tiffany的片段 因為本季的選手真的是每個都個性十足 拍出來的照片也都是很有各自的風格 從小加碧玉型到瘋狂潑辣型 要什麼有什麼任君挑選 所以這季要介紹的人很多 因此會分成上中下三集在天橋底下輪流說書 好的那麼話不多說 讓我們進入今天的人物介紹 好的第一位Rebecca 這位Rebecca應該是最符合大眾審美的那種女孩 22歲的Rebecca有著178公分的高挑身材 長相甜美可愛又金髮碧眼 雖然這在現代一定會被說是王美臉 但確實是最不會出差錯的長相 不過時尚圈最不缺的就是好看女孩 在海選時泰媽也希望能在賽中看到Rebecca更多元的樣貌 不得不說Rebecca的外觀是真的很穩 在第二集大改造變成大長髮以後 看起來更像是洗髮嚕廣告會出現的模特 而Rebecca賽中的表現也是真的優秀 不管是T台也好映照也罷 Rebecca都展現出了異於常態的優秀實力 金髮大眼又帶點無辜 評審甚至覺得她有點傳奇模特的Twiki的風采 就連平常一向毒蛇的Jenice都破天荒的說 非常看好Rebecca 然而意外總是來得太突然 讓我們將目光放到第二集的評審講評 你需要在你身上 我沒有感覺到你會在你身上 天啊 而這一幕也嚇壞了現場的所有選手評審 聽Rebecca本人轉述 這是她的先天疾病 似乎是神經方面的常年症狀 上一次發作是在六七年前 對身體健康不會有影響 但就是有點不方便跟嚇人 而面对Rebecca突如其来的地板动作 泰妈也是第一时间线上关心 并表示不舒服就立刻休息 你不会因为这样而被扣分 比起第一季来说真的是人性化了不少 可怜我们的Agin三秒钟 食物中毒还得想办法逃出医院参加评分 不过病情的问题解决了 Rebecca在赛中的表现反而越来越不突出 几乎每个金法妞在这节目都会被抱怨太频繁 Rebecca也不例外 虽然每次拍摄都很顺利 评审的评语也不错 第四集的处女做照片也是相当的好看 但就是走一个乖乖女路线 虽然第六集的火辣技师比赛 不管是那个凹背还是微微的垫脚 我都觉得挺性感 但现场指导Mr.J则是觉得 Rebecca不管怎么拍都还是农家乖乖女 完全没有手女的诱惑感 而评审这边对Rebecca则是看法严重分歧 主要是喜欢的类型不一样 首先是泰妈 她对Rebecca的看法比较中立 通常都会给很具体的posting建议 而Janice则是非常的喜欢她 这也不意外 她的风格就是比较传统一点 Rebecca完全就是长在她的审美上面 至于奶酒就真的不太喜欢她 觉得Rebecca第二集的时候就应该被淘汰 除了整体形象被评审觉得保守以外 Rebecca的个性确实也是个乖乖牌 每当众人在狂欢的时候 Rebecca总是习惯冷眼看着一切 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第七集的内衣广告 这场比赛要跟一个帅气男模合作 并拍出轻腻的打闹照片 其他人兴奋的口水直流 但有未婚夫的Rebecca非常的抗拒 她不想跟其他男人有太多的接触 不过尽管百般抗拒 但该上的还是得上 虽然试图把对方想成男朋友 但成效似乎不是很好 摄影师多次希望Rebecca能够狂野一点 但是她就是做不到 而本场比赛的照片 其他的都不用多说 光是背光这件事情 这张照片就是零分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选这张 但如果连这张背光的 都是当天拍最好的照片 那Rebecca那天的表现真的不太行 而Rebecca也于本场比赛遭到淘汰 虽然评审说她垫底的原因 是没有特色跟个性平平 但个人看下来 Rebecca的进步幅度真的偏小 虽然其实能力不错 真的太少 真的只能走可爱的邻家女孩路线 离开节目之后 Rebecca还是有获得经纪公司的青睐 曾经出现在Cosmopolitan 还有Tommy Hilfiger的广告中 还曾为评审奶酒的品牌 Beauty Equation当过模特儿 在模特界比较知名的作品 就是Walmart跟Escada 2008年跟男友结婚 并有了第一个孩子 虽然目前隶属于Carlin Matos 但后续比较低调 IG虽然是公开的 但却没有任何的贴文 好的 如果说Rebecca属于好看却没特色 那这位选手就是 本季特色过头的选手 22岁的Brittany 183公分 是本季最高的参赛选手 虽然我后期很喜欢她 但有一说一 前期的Brittany我是真的招架不住 这个人超级暴走 无时无刻都像是吸了不少 在饭店的泳池 更是二话不说直接上空 我本身是非常恐惧这种过于热情的人类 搭配那个有点沙哑的烟酒嗓 前期只觉得这人吵得要死 海选的时候也被太骂笑说 根本就是迷你版的Janice 而一如Brittany在海选时的妖艳热情 她的照片总是有种色情感 主要是她的动作都很奔放 也常被评审要求希望她能优雅一点 而克服色情感也是Brittany前期的主要功课 但可能是因为眼神的关系 Brittany不管怎么拍 总有一种魅惑的勾引感 评审奶酒非常的不喜欢她 觉得她怎么每张照片都这么色情 文静美眠你讨厌 活泼欲解你也不喜欢 你这个人真的是很难相处诶 不过Brittany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疯疯癫癫 但她无时无刻都在想办法改善自己的弱点 短短三场比赛 Brittany就摆脱了色情明星的形象 不管是现场的Mr.J还是评审泰妈 都表示这次完全没有色情感 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成熟的模特儿 就只有奶酒依然坚持太色情 完全就是Playboy的封面罩 年轻人 我看你平常的口味应该是很清淡哦 但是Brittany的狂到底是一时还是一时 这种事情只看几集还是不清楚 Brittany就是很典型的派对个性 哪里有酒哪里去也让她在节目中出现了不少的丑态 某天大家去外面吃饭喝完酒的Brittany整个大失控 直接跳上桌跳舞就算了 回程的路上更是直接把屁股贴在玻璃上 而且Brittany不止私底下爱喝酒 当集游场比赛Mr.J会偷偷观察选手在派对的应对 结果Brittany疯狂叫酒喝 完全无视应该多认识设计师跟模特儿 但谷有李白无酒不成师 Brittany则是不狂不上进 这季的前几场比赛主题都是走一个比较优雅高贵的路线 所以奶酒会说Brittany表现太情色也算是有道理 但如果今天是遇到性感类型的主题 Brittany表现都超好 特别是第七集羽男模的内衣广告 这种狂野类型的拍摄完全就是Brittany的天下 她拍这种类型的照片丝毫没有包袱 而且可以尽情地宣泄她的经历 也让摄影师拍出了一张又一张的好照片 当天的成品照就连老爱找她麻烦的奶酒 都觉得她性感却又不淫荡 至此Brittany也算是成功摆脱色情明星的臭名 开始朝向一个性感模特的迈进 而且Brittany活泼又搞笑的个性在剧中非常的加分 每每遇到不擅长的挑战 她总是会用浮夸又搞笑的方式自嘲带过 也让评审越来越喜欢这个叮狂姑娘 而且这人做事也很极端 第九集的前半段 大家去了动物园 Miss J要求他们模仿动物的姿势 其他人感觉都很敷衍了之 就只有Brittany的表情非常的逼真 但这段我当时在看的时候 只觉得有点无厘头又白痴 完全不知道在干嘛 直到太妈出现并宣布本季的旅游地点是非洲的时候 我这才恍然大悟 这届在非洲的拍摄主题我个人都非常的喜欢 像是去深山野岭拍照或者动物扮演 主题都很有在地风 而手长脚长的Brittany在非洲的第一场比赛 也被告知要扮成一只长颈鹿 顺带一提啊 当天拍摄的时候 大家跨下其实有一只鳄鱼名叫玛丽 一开始她完全不会动的关系 我还以为是假的 但后来发现她的尾巴好像有换边 结合看到选手慌张的模样 瞬间觉得毛骨悚然 而这张场景录的照片又再度的收获了评审的好评连发 其实不要看Brittany疯疯癫癫的样子 她其实一直在偷偷的进步 Brittany前期的比赛就是火力全开 不懂得怎么收敛魅力 但后期的比赛她完全收放自如 我个人觉得关键是仰头角度的问题 前期她都抬得很高 后期变化比较多 评审Janice认为不管是能力也好 个性也罢 Brittany完全具备当超模的潜力 但乃久依然还是不太喜欢她 觉得Brittany有点太过活泼 然后你看Janice的反应 超级不以为难 阿不就你最厉害 而癫狂的Brittany 她的行为总是可以超越你的期待 下一场比赛 大家要跋山涉水到一个荒山野岭拍照 是要穿潜水服加硕西才会到的那种 这场比赛啊 要选手用大自然的素材装扮自己 其他人都是用什么树叶树枝 Brittany直接躺在地上滚笔巴 像是一只开心小猪 Mr.J完全不想碰到她 那个嫌弃的表情超好笑 这场比赛比较特别的点是 选手彼此之间要互相评分 所以评语会比较不一致 但我个人还是很喜欢Brittany的照片 虽然泥巴很脏 但Brittany的脸却很美 除除可怜之余又非常的性感 非常适合贴在青春期男生的房间墙上 搭配瀑布的线条 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而且有趣的是 本场比赛虽然是互品 平常干啥都大手大脚的Brittany 此时居然意外的收敛 不过这也让评审有点不满 觉得她就只是想当个人人好的烂好人 而这件事情也成为她今晚垫底的原因 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牵强 而且我原先以为Brittany会是这季的Drama Queen 但很意外的是 她人员其实超好 很常被其他人带出去玩 而她最好的朋友 是一个名叫Kinia的黑人女生 但两人在第11集的时候 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口角冲突 这个等一下会在Kinia的章节中提到 而这场比赛是要拍出根男模的热舞照 像这种需要激情四色的比赛类型 Brittany表现都很好 这场比赛也不意外 照片超美气场超强动作也非常的优美 但最终Brittany却在本场比赛遭到淘汰 而评审给出的原因是 随着比赛的进行 他们渐渐看不到Brittany的鲜明个性 我以往是很不爽这种淘汰原因 但在Brittany身上真的很明显 可能是水土不服 也有可能是因为跟好友的吵架 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 从非洲开始Brittany整个人就变得很没活力 特别是在评审环节的时候 完全没了前期跟评审斗嘴耍宝的模样 虽然奶酒一直都是反Brittany派 但她这集的评价说的也没错 她说Brittany的热情好像渐渐在消失 不过尽管如此啊 Brittany依然是我本季最喜欢的选手 为人活泼又可爱是团队里面的活宝存在 但对于比赛又认真到有点极端 可以看到她在赛中明显的进步 不断的克服自己的弱点 每张照片都美得要命 但友谊说意 能在这种神仙技打进四强 也算是非常精彩的战机了 离开节目以后 Brittany在模特圈有不少的作品 包括Maxim、GQ 以及Supermodels Unlimited 也有跨足电视圈出演Bravo电视台的网路真人秀之战 这节目会找好几个实际秀的参赛选手一同出演 然后分组进行挑战 后来有被受邀回去参加17季的全明星赛 不过光速被秒杀 2016年6月和现任丈夫结婚 同时创办属于自己的经纪公司 也和Nextmodel、Rio以及TNG等公司签署合约 然后我有稍微看一下Brittany现在的IG 我觉得变化大的有点惊人 至少我真的很难认出这是同一个人 好的今天的最后一位 19岁的Kinga身高182 是本季身高仅次于Brittany的选手 因为这季有太多黑人的关系 而且不仅表现优秀还很Drama Kinga的存在感反而有点低 只记得这人大改造的时候有点白目炮 却跟Mr.J说不喜欢自己的新发型 Mr.J很不爽 直接说要打给泰马 结果评分的时候挫到不行 连忙跟评审道歉 而且他这个发型真的好看多了 之前发型看起来脸超大 不过除此之外 Kinga各方各面的表现都非常的好 抬步走的一等一 就连差点跌倒都能随机应变 评审赞誉有加 还有选手要求能不能家教 照片的表现也很赞 第三集牵狗狗的照片相当好看 被评审称赞是一流的宣传照 但我觉得这场照片整体而言偏普通 主要是因为要牵狗的关系 大家的动作相对局限 第四集的金牛做照片 也是本场比赛相当优秀的一张作品 而Kinga也在前期的比赛中不断的领跑 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不过久了以后 评审似乎也发现了问题 那就是Kinga没有什么表现上的变化 看来看去就差不多是那样 所以到了中期开始 虽然不至于垫底 但确实没了前期的载质力 而Kinga拍照越来越差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她的身材越来越风雨 因为比赛压力的关系 Kinga习惯用吃东西来输压 又特别喜欢吃碳水化合物 比赛两个月下来 Kinga胖了快5公斤 原本联席就偏宽了Kinga 现在看起来更像是NBA传奇球星蹲位 到非洲的第一场比赛 是每个选手都要扮演一个动物 每个选手也都有她适合的动物 像是手长脚长的Britney 就扮演长颈鹿 活泼可爱的就扮演羚羊 至于我们的Kinga扮演的是什么呢 诶你猜的没错就是大象 你好打扰一下 你会说中文吗 而且这个装扮实在有够靠背 根本就是棒合金 我当时笑到从椅子上面叠下来 而这场比赛 Kinga毫无悬念的被电到叽叽叫 大家不要看这张好像没小妇的样子 现场拍照是长这样的 你们看到是修很多后的成品照 多年后双J谈论起此事也是笑得很开心 Mr.J表示真的不是因为Kinga胖才让他扮演大象 单纯只是因为他的脸比较宽 而且类似的巧合还不止这一处 在第八集的时候主题是七宗醉 Kinga还这么刚好的扮演暴食 顺带一提 他那场表现不是特别好 看起来非常的嫌弃食物 本人虽然也知道自己胖了不少 其他脸也常常开玩笑 但他就是无法控制自己的口腹之欲 第十集的时候 太妈跑来饭店看一下大家 太妈在的时候 Kinga吃的小心翼翼 太妈走了以后立刻清盘 啊不过体型壮硕也不是没有优势的 当集的Goshe比赛中 Kinga就凭借着体型成功卡位 把其他选手挤在外面 虽然是没有发生把衣服撑爆的情况 但确实有不少设计师都觉得 Kinga必须再纤细一点 而且因为变胖的关系 Kinga为了遮住肚子拍照的动作 也变得非常扭捏跟不自然 第十集的照片是选手之间要互相评价 就连他最好的朋友都挺不了他 嘴唇嘟嘟的很像在吹口哨 动作还非常的诡异 很像是龙舟的抢骑手 然而变胖还不是Kinga在非洲遇到的唯一鸟事 本期的第十一集全部都是Kinga的单人秀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黑人事件 这集在制作组的安排下 大家到了一个类似集会厅的地方 开始学习部落舞蹈 在过程中 Kinga一直强调自己是个黑人 可以回到非洲对他来说意义非凡 不过当时另一个女生 Naiima其实也有黑人血统 只是黑的比较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对于Kinga不断证明血统的行为 感到有点莫名其妙跟不爽 就连她最好的朋友Brittany 都觉得Kinga有点烦 传统舞比赛结束以后 大家去参观有南非国父之称 曼德拉曾经住过的监狱 在行程最尾声的时候 捣揽人员把曼德拉监狱的钥匙拿了出来 并希望一个人来开监狱门 Kinga原本想开门 因为她觉得她是黑人 应该由她来做这件事 却被另一个黑人选手Naiima抢先 这就让Kinga很不爽 因为她根本就不当Naiima是黑人 不过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没什么好吵的 啊当时就Naiima站得比较近 捣揽人员也就顺手交给她 Naiima当时可能也没想这么多 开了门以后Kinga激动落泪 回到车上以后 Kinga不断的说参观那个监狱 对她来说有多么的意义非凡 这个时候啊 其实大家已经对Kinga有点不爽 因为上一秒明明还不知道曼德拉是死似活 下一秒哭得稀哩哗啦 根本就是在演给观众看 不过到目前为止 大家的不满也都还没有爆发 直到本集的第三件事件才正式引爆 这场是要一边跟南模热舞一边拍照 其中一个南模疯狂的吃Kinga豆腐 不仅一直偷摸大腿 还和耳男的在耳边吹气声音 气得Kinga直接喊停的拍摄 虽然Mr.J还是要求继续拍照 但还是有口头告诫南模手不要乱摸 虽然在身心俱疲下总算是完成了拍摄 但是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那个骚扰南模也再次的出现 晚餐的气氛不用想也知道 绝对是尴尬无比 心情糟糕到不行的Kinga 拒绝跟大家分担酒钱 还说自己身上没有带钱 这件事情让Britain你超级不爽 到底他妈有谁吃饭不带钱 连酒喝还死不付钱 你就是个超级自私鬼 还顺便把下午的监狱事件翻了出来 因为在参观的过程中 Kinga还问Britain你说 曼德拉现在是否还活着 连人家的生死都不知道 还敢在那边假装感动 最终在Britain的河东湿吼下 两人的争论也没什么结论 而当天Kinga的照片其实还不错 但就是比其他人少了一点欢乐感 Kinga也把南模骚扰的事情 提了出来 评审的反应大体上是 你必须在不影响拍摄的情况下 去阻止南模的骚扰 不过关于这件事情 我觉得双方都有道理 评审这边的角度 应该是觉得身为模特 一定多少会遇到这种事情 早点学会处理也是课题之一 而Kinga这边则是觉得 她被骚扰了不舒服 想要停止拍摄 但我个人其实比较支持Kinga的做法 最好让这种色鬼彻底被业界封杀 而这场比赛 Britain你也因为跟好友吵架 整个人心神不宁 虽然照片非常好看 却因为完全没有活力遭到淘汰 而随着好友被淘汰 Kinga也是成功的打进了准决赛 这场比赛是T台特写照 动态广告三合一的大型比赛 但Mr.J却超级讨厌 Kinga这场比赛的表现 他很不爽 他在走台步的时候 一直抛妹眼 非常做作 完全不自然 气到狂怒前面的Mr.J 而且你看Kinga的动态广告 超好笑 根本就是话剧色演技 雖然我觉得这场成品照不错 但Janice坚持她要减肥 在最终宣布成绩的时候 Tai妈表示虽然竞争激烈 但有一个是我们认为 更有潜力的选手 Kinga当时想说 哈哈那肯定就是我了吧 虽然是个严肃的场合 但我还是忍不住的放声大笑 最终Kinga也与准决赛 遭到了淘汰 本季排名第三 但其实说实话 第四季中 我并没有特别喜欢Kinga 虽然前期懂认错 表现又很优异 但后期一些做作行为 我真的觉得有点偏做作 虽然我觉得不是不能装模作样 但Kinga实在是有点缺乏技巧 离开节目之后 Kinga和Imodel以及Talent签约 并曾经和三星跟海尼根合作过 也出现在Cosmopolitan Complex滚石等杂志上 曾经客串演出 Truth Unspoken Half and Half 以及Ciao Neo报道 目前依然是从事模特儿工作 也有创立模特儿辅导工作室 主要提供一对一模特儿训练辅导课程 然后Kinga的变化 我个人看起来也是挺惊人的 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节目 当时的打击太大 Kinga现在变得超瘦 然后鼻子变得非常的立体 立体到有点不自然 好的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Simon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